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蒲 这个干蒲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款茶 它首先有陈皮的这种清香 另外它又加上了熟蒲的这种醇厚的香气 所以两者结合起来让人感觉特别好 首先它的原料非常好 选的是新会的天马的五公害的基地的皮 首先这个皮是选了八年的树林的新会干 另外方式是二红干 也就是说半生的这种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温和 当时去选皮的时候跑遍了整个新会 跑了好多天才选到一百斤 打药都不要 硫磺熏过的也不要 所以说像这种天然生长的 而且经过自然半生晒的这种皮 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另外我们的这个熟蒲的选择也是非常高的标准 选用了五十年的树林的老树 采摘的标准是宫廷级的标准 而且是一四年的首谱 我觉得第一是冲泡方式非常方便 我基本上会随身携带 它能一个干谱大概可以分成四五次来泡 然后它的冲泡上没有什么特别讲究 你可以用壶来泡 也可以用钙碗来泡 冲泡次数也非常多 大概能到二十五到三十四这个样子 这是在普通的干谱里边基本上做不到的 这款茶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存放的一个茶 因为大家都知道三年的皮是可以入药的 熟蒲也是一样 越橙化会越香 所以说你越盛放这款茶的药性价值和它的香气会越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